赞赞赞 柔佛二王子开炮了 他炮轰巫统正棍阻击非力 种族仇恨言论太恶心 我们的社会不允许你胡作非味 二王子是针对准那些假借少年脚车党事件 操弄种族仇恨极端主义的政客 虽然没有指明道姓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被二王子开炮的就是巫统的极端政客 祖基菲利诺丁 祖基菲利诺丁是前任及打州居邻国会议员 是纳吉最宠爱的巫统正棍之一 他日前假借新山少年脚车党八死八伤事件 在网络上攻击警方纵犯22岁赵获女司机 他质疑警方包庇女司机 是因为女司机来自某某华裔社会名流家庭 警方受到压力不得不释放女司机 并且批评警方这样做对冤死的少年不公平 把华裔女司机释放 警方是不是不愿意为马来人追讨公道 祖基菲利诺丁的极端山洞言论已经激怒警方 新山南区景区主任苏莱曼教早前已经愤怒驳斥表明那根本是无中生有的造谣 并欲请极端政客停止造谣声势 祖基菲利诺丁是大马著名的极端种族主义政棍 他曾经说过华裔及印裔当年移民来马是另有目的 华裔女子喜欢做妓女 印度人则是来这里做小偷和强盗 并且不断发表华人与印度人是外来移民的极端言论 由于他是纳吉最喜欢的政棍 因此警方也不敢传召他问话 2013年505大选 纳吉还特别挑选他上阵雪州沙亚南国会选区 对蕾当时还是伊斯兰党的候选人卡丽莎默 结果惨败 证明依靠山洞种族仇恨及宗教极端主义在雪州根本不能问时 柔州二王子除了炮轰阻击菲利诺丁之外 也批评那些始终不承认自己有错 不断怪罪女司机的少年脚车党 他警告这些少年 不要以为他们未成年就可以胡作非味到处惹事 真以为执法单位对付不了他们了吗 二王子说 事实上那女司机比那些闯祸的少年脚车党徒更有正当理由使用那段公路 我本身也曾经历过 那些少年脚车党在公路上横冲直撞 我也是过差一点撞到他们 二王子说 那么多人死 我也心痛 我也曾失去过至亲的弟弟 只因癌症去世的三王子 我能感同身手 但是一单还一单 不能够因为这样就把事件无限上岗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少年脚车党的行为肯定是错的 必须被严厉取缔 不能再让同样的悲剧再度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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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员